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收回澳门的时机 方是提出两点建议 一 在华南战争推进时 倘日军进战澳门或外退时逃入该地 我军已追击为此予以占领 然后由外交途径要求归还 二 随时由广东省政府及附近驻军 搜集澳图当局压迫居民及接济日扣指示时 由外交部向乎方提出质询 抗议 以资日后要求收回澳门之根据 蒋介石电令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文 按建议实施收回澳门方案 然而日军一直未退入澳门 这个方案落空 1945年8月底 抗战胜利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师姐去伦敦出席外长会议 协商结束二战合约 蒋介石指示他在会议上提出中国新疆收回澳门 10月下旬 外交部拟定了收复澳门的假意 两套方案 加案 由中普两国政府磋商交还澳门条件 中国主张无条件收回 澳门原由满清政府让与葡萄牙管理 这次理应无条件交还中国 一案 蒲方若是拒绝讨论 中国政府素质于国际和平机构 主张用公民投票方式 决定澳门主权之归属 但英国不归还香港在先 葡萄牙学有皇家 拒不交还澳门 而且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当时 已驻扎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 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回为首的一批越军将领 趁着政府未明确表示 澳门寻香港立的机会 策划乱中取之 以武力收回澳门 张发回向中山县县长及中山县驻军159师师长刘少武面授基仪 中山县县长于是在多次集会上大造舆论攻势 澳门本是中山县的一部分 如今抗战胜利 全国领土功夫 澳门不能再让葡萄牙占领下去 中国人应该收复澳门 他还策动国民党澳门支部组织集会游行 反对葡萄牙继续统治澳门 要求回归祖国 澳普当局大为紧张 马上关闭了官长 不许内地人员进入澳门 又延尽游行集会 取缔了国民党支部等多个团体 致使哄不气氛笼罩澳门 这正中张发回下怀 他发表谈话指责澳普当局敌视中国 剥夺澳门华人自由 还隐藏庇护日本战犯和汉奸 声称中国军队有进入澳门搜捕战犯汉奸之自由 在张发回的命令下 刘少五团并炮兵一个营进入前山边境 对澳门实施边境封锁 炮口瞄准澳普军事要地 架着机关枪的登陆艇 则开往澳门南边海面游异 澳普当局不过迁于兵力 哪里是第二方面军的对手 澳门总督于是致函张发回 愿引渡所有战犯的汉奸 驱逐在澳门的日本人 中国人可自由出入澳门 允许澳门的华人团体公开活动 享有言论 集会 游行等自由 蒲方同时求助于美国 美国支持葡萄牙继续占领澳门 蒋介石涉与美国威力令张发 魁撤除了对澳门的武装封锁 张发回心犹不甘 命令159师师长刘少武出面 以宣类同胞为名 为通知澳普政府 率武装军事一队进入澳门 留在澳门各界招待会上演讲 内地同胞也吸起声援 在此情势下 国民党与政府咨询机构 德国民参政会 于1947年4月上旬的第二十次会议上 通过了请政府向葡萄牙交涉收回澳门案 6月21日 立法院立会通过决议 建议外交部应积极迅速向葡国交涉 于最短期内收回澳门 但因为南京政府正在具全部力量于内战战场 顾不上澳门主权 面对朝野收回澳门的呼声 南京政府不动于衷 只作如下答复了指 关于收回澳门 在目前国际形势之下 一时难以解决 四时机成熟 再提出交涉收回 至此 南京政府收回澳门的计划彻底落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作为优优独唱 孟靖